大家好 我这盆火龙果是去年牵插的 甚至长得非常旺盛了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换一个新的环境 更有利于它开花结果 火龙果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牵插的时候用一个小的花盆 长出新芽 我们就要给它移栽 首先是拍打一下盆壁 让这个盆囤更加疏松 牵插的时候用的是一些砂质土 特点是疏松透气 白雪良好 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上盆火龙果 最关键的还是选择土壤和花盆 盆土我选择疏松透气 白雪性良好的营养土 花生壳营养土 两份是我去年勇制的 加两份专业的植物培育土 这种培育土主要是 保水 保肥 输松 透气 含有丰富的有机制 非常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加1%的火砂 火砂透气 白雪 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还有我们选择花盆 一定要选择大一点的 因为火龙果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 盆栽的火龙果才能开花结果 火龙果是一个非常喜肥的植物 我们上盘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发酵服所好的鸡份 作为底肥 因为鸡份养分比较前面 而且含有丰富的大铃甲元素 能改善土壤 同时也能满足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由于这两条侧牙处于底部 写定把它剪掉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透水 用二枚林 低下两滴 二枚林主要是给盆土杀菌 同时也能促进火龙果长根 起到一个出根的作用 这个土壤是非常疏松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阴凉 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就行了 好了 再见 再见